秦庄王在位的时间又不长 只有三年就去世了 所以那个赵振 也就是秦庄乡王一人 和赵姬生的那个儿子 还是个小孩子 就登上了秦王的王位 刘伟在这一事件中 他当然是立了大功 他的功劳有三件 也可以说三个一 一个一是立了一个国王 其实立的是两代国王 由他立了一个秦庄乡王 是他帮助立起来的 那么后来的秦王赵振 又顺势地成了秦王 这是一件事 立了国王 第二件事 他还灭了一国家 这个国家虽然小 虽然弱 但是它非常重要 也就是东周 在秦义人 也就是秦庄乡王 即位的那一年 这个东周啊 他是天子的后裔 就称秦国 这么个混乱时机 就联合诸侯各国 来合纵公秦 这一次呢 秦庄乡王 立马派吕不韦 做大价 带了十万兵马 去罚州 灭州 过去去屈服州 那是有的 但准备至于把它灭掉 这个州虽然已经小到 不如一般诸侯 但是它仍然是周天子的后裔 只有这个东周灭亡了 才意味着 标志着 整个周王朝的 彻底覆灭 所以他做了第二件事呢 灭了一个国 赖黑夸大地说 灭了一个朝代 第三件事呢 是主编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 《吕氏春秋》 因为它的门课里面 朱子白家的人都有啊 这样一来 把众多的思想 集中在一本书里 说的不好听 是个大杂烩 说的好听呢 这就是随着 政治上的统一 首席要统一思想 把朱子白家的思想 和调节 融合到一起 《吕氏春秋秋》